心灵环保 校园伦理 美丽的长发 这堂课要练习画人像 就请 美丽同学当我们的模特儿吧 好的 老师 每次看到美丽的长发都好羡慕 对啊 这么长一定留了很久吧 头发这么长 好像女鬼哦 美丽 你平常都怎么保养头发的 看起来好柔顺 都不会打结 我真的很宝贝我的头发 因为我有一个愿望 丁丁 我的头发很重要 请你不要乱拉了 女鬼 女鬼 娱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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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 短发还是一样可以画 大家继续吧 美丽是不是跑去烫头发 不小心烫坏了 所以只好剪掉 还是得了什么怪病 头发掉光光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丁丁啦 都是丁丁一直叫美丽女鬼 还拉她的头发 美丽觉得很难过 再把头发剪掉的 对 一定是这样 都是丁丁嗨的 真的是因为我吗 再见 你要去哪里啊 不行 哇 好用功啊 今天下体育课的时候 做的体操好有趣 美丽 对不起 我不应该捉弄你 叫你女鬼 害你把头发剪掉 呃 丁丁 不是这样子啦 你误会了 虽然我不喜欢你常常乱弄我的头发 但是我的头发不是因为你而剪的 嗯 那是为什么 你们跟我来吧 这里是我妈妈当志工的儿童医院 这里有很多得了癌症的小朋友 这跟你的头发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得了癌症必须做化疗 而化疗会让头发掉光光 所以 为了不让这些小朋友觉得自己不一样 我留长头发 就是为了捐出头发 做成假发 送给他们 美丽 太好了 只要有恒心和毅力 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头发做爱心哦 这样就不用每个月剪头发了 还可以省钱耶 只要是对的事情 就应该努力去做 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或许一开始别人无法理解 但是只要坚持到最后 一定能够影响他人 让更多人加入 一起做好事哦